讲故事 柠檬汁和小鸟 有一天,明明和妈妈路过宠物店 看见橱窗里有一只鹦鹉 样子很可爱 明明一直想要一只鹦鹉 宠物店的老板说 那只鹦鹉要卖四十元 明明回家以后 拿出银行存折 打开一看 户头里只有三十元 怎么办呢 妈妈问 你要帮忙吗 明明说 谢谢妈妈 我想卖柠檬汁 一杯卖五毛钱 明明说 上星期邮园会 我们班卖柠檬汁 赚了许多钱呢 妈妈说 那你试试看吧 星期五 明明先把方桌子 放在车房前面的空地上 然后把柠檬汁 杯子等东西搬出来 明明忙了半天 才卖了两杯柠檬汁 一共卖了一块钱 天就下雨了 明明只好把东西搬回家 星期六下午 明明把柠檬汁搬到路口去卖 整个下午 一共卖了五块钱 星期天 中种 清晴和柠檬汁都来帮忙 他们一起把柠檬汁拿到路边的小公园去卖 没多久 柠檬汁全卖完了 一共卖了十块钱 明明很高兴 他现在一共有四十六块钱 明明把鹦鹉买回来了 妈妈问 你要叫他什么名字 明明想了想说 Lemonade